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发病了 发病之前刚从家族旅行 澎湖回来 没想到一回到台湾之后 就开始身体不对劲 反复地发烧腹泻 妈妈带她到长庚医院去急诊 一验白血球有十五万 这个时候长庚医院的医生告诉她 你的孩子得了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 妈妈觉得不可能啊 正当妈妈想要带着孩子赶紧转院 找第二位医生的时候 没想到孩子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了 这个时候生病的孩子 但最痛的是爸爸和妈妈 我们先来看这段间短的影片 我印象很深刻 骑摩托车就下着雨 我的眼泪在那边飙了 对啊 就像一路骑着眼泪这样流流流到 游到庙里去 那跪在那边祈求生命的帮忙 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兽者凯凯 和她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 一起来到现场 好 我们刚刚看到真情流露的是爸爸 来 凯凯 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很紧张 有 紧张什么 紧张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等一下要跟你有缘的 你觉得她是叔叔还是阿姨 哥哥还是姐姐呢 叔叔啊 为什么 我觉得 你觉得 你有心电感应是吗 没有 开开来 妈妈知道你第一次听到消息 心里都不能够接受 所以你想要转院的时候 她的病情却急转直下 听说连你都认不得了是吗 对 因为她去 她去做那个腹部超音波的时候 她看着我说 我妈妈在哪里 她看着你 对 说 我妈妈呢 那你就是妈妈 她不认得我 对 她不认得你了 所以赶紧住院 然后你还到附近的庙里去求签 对不对 对 求到什么呢 求到的签让我感觉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签诗上面写喜玉良衣 喜玉良衣 对 欢喜遇到好医生的意思 对 哇 好好哦 好 那凯凯的哥哥曾经想要捐给她 但是配对不成功对不对 所以就只能 就是往慈祭这边找和事的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很多人帮助你们对不对 对 邻居知道了凯凯生病 都来献上祝福 对 连哥哥的班上同学的家长都来帮忙 对 还有很多的实际志工跟医院的人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哥哥那时候其实才国小三年级 所以那时候安清班就很帮忙说 让他去那边写功课 然后写完功课再让他回家 然后这一切 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是那时候经济比较不好 所以他就无偿帮忙 所以我们也都很感谢 对 所以安清班的老师帮了大忙 对 听说你们本来开小吃店 对 租的那个店面也因为要照顾凯凯而暂时停业 而且连房东都在帮忙是吧 对 因为房东说 租金就先不用给我了 你们先好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 对 好 妈妈你有什么话要跟你的捐者说吗 孩子的捐者 我要说谢谢你 我要说谢谢你 当我收到你的卡片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我那时候告诉自己 我会好好的教育玉凯 让他长大以后 让他继续去帮助人 就是延续这份爱心 卡片写什么 还好有你才有我们现在完整的家 谢谢你的勇敢 让我们在万念俱灰的时候 看见了太阳 好 谢谢你的勇敢救了我们全家 对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爸爸 孩子生病 你当然是最辛苦的 你刚刚说你开车都在偷哭 那爸爸我知道你们曾经 在哥哥配对失败之后 有第一位捐赠者出现 但是后来他没有意愿要捐 对不对 当时医院就说捐赠可能一些因素就没办法捐 听说整个人就是荡到了谷底 还好妈妈这边还是一直在给我很多的支持 就说不要这么绝望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负面情绪 这一路也是感谢妈妈 一直给我满满的正能量 要不然这路走过来真的是很辛苦 很难说对不对 凯凯你是不是带了你自己做的小礼物 要送给你有缘的叔叔或阿姨 对 好 我们先看一下好吗 来 你准备的是什么 就我自己做的杯子 然后上面就写那个谢谢你 这上面有谢谢两个字 然后这里是两个爱心 为什么是两个爱心 是因为他的爱心跟着玉凯的心 我觉得他们是一体的 好 他到底是谁 我们欢迎来自云林的许奇生先生 好 凯凯送上你的手拉杯 谢谢您 谢谢 里面有妈妈的卡片跟凯凯的卡片 好 来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所以我没有少了一个海子 谢谢你 太多了 爸爸你要抱一下吗 一定要抱一下 哥哥 哥哥你要抱一下吗 谢谢你救了我弟弟 谢谢你让他们有机会看着弟弟长大 也让这个家得以完整 不过许先生您刚刚已经听到 我们的第一位捐赠者 因为个人因素没办法捐 那你为什么一口答应呢 就觉得 他就可以 就跟捐血一样而已 我可以捐给他 反正造血干细胞本来就是 每天都会长出来 每天都会消失 他有在听林院长讲的话 对 因为就跟血小板是属于造血干细胞的一部分 那捐出去你又不会怎么样 那他需要我给他 不是很正常的吗 听说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你要捐赠 他们都很兴奋 就应该这么讲 他们就觉得说 你要捐骨髓 那不是很恐怖吗 我说会吗 就跟捐血一样 只是针比较粗而已 只是坐在那里抽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而已 大概就血小板的四倍吧 那你看到他们一家人完整 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们 就平平安安的长大快快乐乐的这样子 好 凯凯你有什么要跟 这个应该是哥哥啦 我们不要叫他叔叔吧 好来凯凯你说 谢谢你才有现在的我 才能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玩 好 我们的爸爸妈妈 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意 爸爸妈妈都参与建党了 所以期待有一天 他们也能够成为 捐赠者去挽救别的家庭 别人的孩子 立法